來到尾關第三關 選了22場星期二 盧頓主場對班士來作客 英格蘭甲組聯賽 這三關英超英冠英甲都有 今場球我都選擇讓球 即是今日三關都選擇讓球 讓球我會撐個主隊讓評判1.89 個人都是看好這對主場盧頓 這對球我都頗留意 事實上來說 現在他正在衝擊第二位 他跟榜首的薄刺茅夫 其實只差1分 分數我都不給大家看 但有一個支持他的主要原因 這對球今季來說 聽了整季 其實在主場是未輸過球 只是和了兩場球 即是在主場是和了兩仗 其他來說 全部都是贏球 這些職真的十分之漂亮 可以說 幾乎在主場作賽很少失拖 反過來 是 班士利也不是藥類 本身來說 班士利今季 在作客來說 其實他就不是很厲害 即是說他都是勝負各半 那就是和一場球 我也是這樣有心態 一隊 是說第二位 可以衝擊一下榜首 和榜首爭一下 這隊是說第四五位 他作客來說 也有很多敗仗 你說這樣的盤 我不跟你買 即是說二兩球主隊勝 好像說不過去 畢竟近方來說 事實上 這隊盧頓都相當出色 好像上場球 因為我也有買入球帶 他對華素爾 兩度落後都兩度追回 變了來說 球隊有這麼小 我覺得 班士利雖然不是藥類 但是來說 他有時作客 都可以輸給一些 即是 叫做 他一樣可以 主場都是和薄切茅夫 所以說他實際都不差 他也贏得比得寶 但是作客來說 有時都會輸給一些 即是說級數 或者戰績沒有那麼漂亮的球隊 所以來說 今場球 這樣的對碰來說 我也是繼續支持比較有勢 即是說 第二位的盧頓 希望主場 繼續可以獲勝 以及讓評判盤 我覺得合理 所謂來說 第三關我也是支持讓球 主對勝 今天 我們可以綜合一下 這三場球的玩法 全部讓球 3-4 給大家參考 頭關 阿仙奴 希望你不只贏兩顆 否則 我都不敢買這些 一球球換低水 不過我都希望你好像萬聯 可以大醜對藥女 第二關 我覺得 諾域市作客 有這樣的高水給我 我更加會值得買 因為他也是一隊第二位的球隊 第三關 剛剛講完盧頓 小讓評判 我覺得是合理的 希望三關都可以順利中到 派賽上面 給大家參考 希望 2019年 大家順利些 今天的推介 就介紹到這裏 多謝大家支持 多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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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大家